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小小的小技巧 我们希望等一下在弹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对照键盘 我们会做了一个小小的小撇步 我们在钢琴的键盘上面 把我们跟键盘上面的数字 我们把它打上去对照一下 这样子在弹的时候比较容易看 也就是说我们在C60这边 我们是按下1 所以我们在造型这边 我们偷偷的把它加上了一个1 好 把它偷偷的放在这里 好 这样子我就知道 我要按的是键盘上的1 这里 我 这一个是2 所以我把它偷偷打上了一个2 这个是3 好 我在造型这边 我把它打上3 这个是4 4 好 移过来 这个是5 这个是6 这一个是7 这个是7 這一個是鍵盤上我們要按8 所以我們在這裡偷偷的打上8 好我也可以在這裡告訴自己這個是1 然後上面有一點點我們用這一個 我們用一個在這上面把它點一點 好這樣子偷偷的在上面做上記號 方便我等一下在彈小毛鋁的時候可以很方便的彈 那這裡我們來試彈一遍看看 好 好小鐘鐘彈的有點爛 那小朋友來試試看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谢观看